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們一大早出發要去環球運程 但是在那個C9條站的時候 發現它往陰島 電車都是因為系統故障的關係 所以說它完全停時 它從早上8點到晚 我們現在是10點 都是停時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用走的方式去環球 對 我們原本想要撈小黃 但是太多了 超多人 不用講這麼細 好 你給大家看一下 走去環球 大概有3公里38分鐘 所以我們就決定來看一下 這條路上到底有多少販賣機咧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邊販賣機的密集度 這邊有了第一台 馬上就看到了第二台 在哪裡咧 對面 到底是多無聊的企劃呢 無聊的路上就要配上無聊的企劃 至少在我的階段路就有試坐了 前進 太無聊了吧 現在我們走到了馬路上 稍微都是浩江野外 我們找到了販賣機的終極站 這裡不是Pentacill咧 這裡是Ligitary的耶 對 好 這裡是HOTO 好 這裡是HOTO 我先別看 那些販賣機 達成功 透確還要有多少販賣機 最多的名車 最好 照顧 - 感動的一瞬間- 耶!我這個神奇販賣系大事可以在此告一段落了- 蛤! - 好!我們成功抵達了- 耶!我們走了花了48分鐘在走路上面- 然後走了3.5公里- 結果看到了幾個販賣機- 23個- 耶!我們成功抓取了23個神奇販賣機- 密集度來說的話真的蠻多的耶- 蠻多的,因為我們中間還有一些像是說產業道路啊- 或者是一些荒郊野外之類的- 它旁邊還是會有一兩個販賣機- 對- 所以如果是在都市的話應該是瘋狂更多吧- 比台灣的便利商店還多耶- 超多 - 當你渴了以後就 欸!這都販賣機- 好冷喔!欸!這都販賣機- 這個小小的意外的插曲- 從西九團車站要如何走到- 環球營車站- 環球營車站- 所以走了43分鐘- 3.5公里- 沒有錯- 總共23個販賣機- 沒有錯- 總共23個販賣機- 如果你也要這樣走的話- 不怕你沒東西喝- 沒有錯- 我是妮- 我是依妮- 我們下次見 掰掰- 掰掰 - 開戰囉- энерг營車站- GO- GO- GO-GO- GO